歡迎收看五七股市同學會 我是陳明君 各位同學上課囉 今天是美國的感恩節 美國人都休息一天 可是全球的投資人都感恩不起來 因為又有變種病毒現身了 南非受到新變種病毒 威脅的影響 投資人的恐慌情緒 就蔓延開來了 台北股市今天是跳水的 灌破月線支撐 還回測到了半年限 一度大跌了300多點 電子金融傳產全部都倒了 病毒利空 這已經是這兩年來 我們數不清第幾次 變種病毒現身了 對投資市場的 的確短線有影響 那股市這一次 一樣也只是暫時被嚇壞嗎 馬上歡迎 今天來同學會的三位來賓 第一位歡迎分析師 蕭又鳴 老師好 明君 各位同學好 第二位歡迎分析師 蓮錢文 阿文塞好 明君好 各位同學 大家好 第三位歡迎分析師 鄧尚為 鄧老師好 明君 同學們 大家好 上週我們有講過 歐洲的疫情又開始變得嚴重 有不少國家開始緊縮 這個防疫的禁令了 加上非洲的南非 又爆出了新的變異株 英國就馬上暫停了 六個非洲國家旅客 不能到英國去 短短六個交易日台北股市遇到了一系列的利空 已經跌了六百多點了 那短線上面是不是真的要保守一點停看廳呢 那盤的止疊關鍵 老蕭老師點出來要靠一萬七千三百六十點左右 這是最後的防線嗎 大盤止疊的話 要看哪一個族群 哪一支個股表態呢 請問老蕭老師的看法囉 好 今天這個盤中 美股昨天儘管是修飾 可是美股的旗子還是有在交易的 旗子的電子盤 是一路的走低大跌 一度跌了四百多點 今天晶圓雙球也都落難了 台積電跌破了六百塊錢大關 還好半年線是失而復得 可惜的是聯電有一個好消息 他們跟美光全球訴訟達成了和解 股價早盤的時候還不錯 但還是不敵整體大盤的沉重賣壓 這個對聯電來說 是不是一個短空長多的訊息呢 請問阿文塞的最新解讀了 而且今天盤面上 有一些個股阿文塞推薦過的 逆勢的走高還漲停板 盤這麼弱它漲停板 難道後勢依然大有可為嗎 追問阿文塞 今天晶圓雙球的代工族群 表現不是很好 但是我們翻開設備股來看的話 其實是要相對抗跌的 機期比較低的設備股 低低的佈局面對大盤震盪的話 可以買的爆的比較安心嗎 至於機期高的航空雙球 今天好多投資人都嚇了一大跳 因為病毒干擾的關係 雙雙的打到了跌停板 量也爆的滿大的 是得要真的先跑一趟了嗎 還是說理心一點 因為航空雙雄現在不是靠客運 是靠貨運來支持 不該亂殺嗎 追問鄧老師 廣懷鎖定五七股市同學會 歡迎回來五七股市同學會 今天好多在盤中的時候 不少朋友互相聊天賴都說 要關軟體了 不想看了啦 因為大盤三次跌得咪咪冒冒 我們看到 舊老蕭老師你前兩天講 大盤短線可能會整理 但是遇到了一個關鍵的價位 大概是一萬七千三百六十點 左右就會止跌 好 今天大盤是一路的 開低往下走低 因為有變種病毒出現了 最多跌了三百多點 中廠是下跌了兩百八十四點 收在一萬七千三百六十九點 哇 這一關來得這麼的快 量是三千五百三十九億元 今天大的電子股的股票 表現都不是很好 包含了台積電 季線失手了 連發科也表現不理想 航空雙雄也挺拖累到了 貨運股的表現 但我想問老蕭老師 我們講了啦 其實你有提前的提醒同學們 攻到了一七九八六之後 短線上面要震盪要小心 可是大盤不是多頭沒有走完 在整理過程當中 會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防守點 這個防守點怎麼來得又急又快 今天就看到了 對 整體上我們的看法是 今天是不應該關電視 也不能關電腦 也不能關APP 因為這裡是個反轉訊號 你說是嗎 對 我們看到今天是一個 長一長的黑K棒 那是有帶量的 然後如果是一個長黑K 並且帶量 那最主要來到主要市場的成本區 那個是個買點 不是個賣點 我舉個例子 你簡單看 這裡是最低點當初的16162 來到高點之後回測 所以中間一定這裡 然後你給他看 這裡一定是爆量 比如說它當出現一根黑K往下跌 而且有量 有量 並且要有量 帶量 但是是 這個帶量下跌是來測 主要的集結區 你應該站在正向的 所以今天出現一日的大跌 其實不是壞事 我舉個例子 我們經常講像這一次 南非的新的變異株 大家也許會很緊張 可是我們真的去了解它 應該還好 不是說不用在乎 就是說我舉例 它在非洲發生 離我們很遠 不是很遠 第一個因為它整個環境的問題 它沒有辦法每個人習慣戴口罩 加上沒有辦法 疫苗覆蓋率大概不到10個百分點 所以它很容易產生這些狀況 我們的看法就在於 不管在大陸 在台灣 在美國 相信我們的防禦都做得很完整 所以整體上倒不至於 過度去恐慌 沒有像Delta那個時候那麼恐怖 我們講多算剩 少算不剩 你什麼都算好等它 你就不會擔心了 我舉例 我們在17986 隔天已經知道 咖啡股市就有兩道關卡 第一道叫17695 第二道就是17385 那我們先看今天 今天是不是一根藏黑 直接就下來385 對 灌破 對 這是個好事情 各位請看 這是695的第一道當時的防守 縱使第一道防守 我們今天來看 它沒有守住 但是它也展現了三天的一個 演出給大家做觀察了 385的力道 絕對遠遠一倍於17695 所以你說它直接跌破繼續跌 那個機率是微乎其微 也就是說 這個385怎麼來的 是這個1678是連結17986 所以這個多方的力道 會遠遠倍數於17695 所以我們的看法 剛好今天是禮拜五 大家應該利用 6日這兩天的一個假日 去尋求有哪些個股 第一個獲利能力非常好的 股價是被低估了 我們的看法 應該都有很大的機會 好 那老師你認為 其實因為畢竟面對這個新的南非的變種 病毒株 全球的主要的國家都已經有非常深厚 而且很有經驗的防疫準備了 大家不用太過的擔心 所以今天晚上 美股只有開半天 我們要怎麼樣來看美股的表現 跟台股的聯動 整理上你一看就很清楚 舉例我們抓兩個點做交叉比對 一個就是把這一次的歷史最高點 B圖的左側 那個基準點是18034 好 C圖的左側是近期加權指數 就123456 剛好這六個交易日 最高點在17986 我們把最近的最高點跟歷史的最高點 我們只要拿三個商品其實就夠了 一個叫費半 一個叫上證 那一個叫加權指數 好 同樣是三個商品做交叉比對 一比對你會發現到 第一個因為費半這個漲幅真的有夠大 那麼台北股市以及入股的上證 我們是大幅度落後於費半 所以整體上上證跟加權 都有力道形成另一波段的補漲 去追費半 這叫第一個 好 從近期來看 我們再看過去這六個交易日 紅色的是入股的上證指數 息率表現非常強 包括以今天為例 它的跌幅其實也不大 但是相對的台股今天跌得比較重 所以目前為止是跟 台股是跟費半幾乎非常的接近 如果從短天期來看 對 所以整體上從交叉比例的過程 我們的看法 未來一周台北股市應該要 在過去這幾天你要小心 可是在未來你不至於要小心的 你要積極的告訴自己 要樂觀去面對新的挑戰 好 會樂觀積極看台股的 還有壽險業者 不只是我們老蕭老師 壽險業者 10月份是大回補 成為台股的安定力量 8到9月份大賣大概700億元 市值1.97兆元 可是富邦人壽加碼台股 800億上唐 台壽也說 將過萬八蓄工加碼是無上限的 但是我想問老蕭老師 壽險看得這麼好 你也認為大盤 今天的這根黑K棒 短線上面跌幅 應該已經差不多滿足了 結果看今天晚上 廢半的表現 我們辦法讓台北股市暫時止跌 但是台北股市要止跌 現在到底要看哪一支股票 先表態呢 那我相信大家會有一個共識的 就是說如果在未來 聯電的股價在未來 走勢一路往上漲 那相信我們大家會一致認同 台北股市會漲 那假設聯電真的表現很差 那當然我就試試看 所以我們就來看 我們就看聯電大戰聯電 怎麼樣聯電大戰聯電 也就是說 跟台北股市聯電關聯性最高 那肯定就是聯電的ADR 那我問個問題 那台積電不能這樣看對不對 也可以 也是關聯性很高 對 好 所以我們很快速做個瀏覽 那台積電最主要是比對艾斯摩爾 所以我們看以聯電為範本 我們看近期紅色跟藍色 藍色是聯電ADR的報價 紅色是台北股市聯電的股價 那各位也許說看起來都一樣 對 你乍看一樣 其實還是有分辨的 也就是說 紅色跟藍色呢 紅色有領先過藍色 也有藍色領先紅色 所以兩者是來回交叉 互有領先 不管是在往上漲或往下跌 所以你看到什麼 我到目前為止我看到了聯電的ADR 那麼漲幅是25.38 台北股市的聯電漲幅是23.2 也就是說加權指數 我們看到的2303落後 它的ADR達到2.1個百分點 兩個百分點左右 回過頭來 如果這個ADR在未來一週 持續是一個很正向的 那你可預期的 台北股市的聯電應該不會太差 台北股市聯電不會太差 台積電就也不會太寂寞 不寂寞整個大盤你說要繼續樂觀 我們看一下聯電ADR的走勢 很簡單 什麼都不用理它 只要看一個 只要看底下 你就把最大交易量抓出來 我們講過最大交易量 所產生的交易價格 會告訴你一個未來的景限 對 這個景限落在10.27 然後你再把什麼 把它往前看 聯電最近你所碰到的最高點 叫12.5 往前看最低點叫10.1 第一個有沒有跌破10.1 第一個沒有 第二個 這一段下修的平均交易價格 在11.3 那麼只要不破11.3 代表它ADR會創新高 所以整體上 單純從技術分析的角度 是很正向的 好 從技術分析的角度看來 老師老師對聯電 是抱持正向的看法 外資也這麼做 外資是認為說 聯電的目標價 有機會來到119元 可是現在才60幾塊 整體上我們很快速 就不要用太多時間 外資他的看法 以高盛為例 看到119 這不管是營收 毛利 營利 都是正向的 好 我們直接看右側 因為字很小 我很快速跟各位做個 講重點報告 第一個 高盛的看法 就是說 Retrie 繼續再買就對了 他說 再怎麼看 也不可能看不到119 它的道理到底在哪裡 他說因為聯電的股東權益報酬率 我們講ROE 對 高達26.2 你憑什麼26.2 股價就可以看到119 對 跟人家比一比 對 你總要比一下 好 他說那我們就來個PK 他跟Google Foundry就比對 第一個股東權益報酬率 只有10.2 聯電是26.2 好 這個樣子竟然可以有 四倍的股價淨值比 他說這樣有合理 他說聯電的部分 股東權益報酬率在26.2 竟然只有2.5倍 包括跟各大金援廠國際做個比對 他說華宏 股東權益報酬率只有7 只有7而已 竟然他也有2.7倍 他說合理來做規劃 如果做交叉比對下來 聯電最起碼可以享有119塊 好 這個是老蕭老師針對高盛給出的報告 從這個股東權益報酬率跟股進比的比較來看的話 聯電現在的確是有一點點委屈了 加上跟美光和解了 後面其實長多的格局應該是沒有改變的 這邊我想問一下老蕭老師 聯電現在問題的壓力價格 到底是出在哪裡 為什麼60幾塊錢就是衝不上去 整理這樣我的看法是這樣子 各位你就把它做一個區塊鏈 你說它怎麼區塊鏈 好 這裡是一個區塊總沒有錯吧 這裡是個區塊 也就是說聯電往往股價上漲一波 或下跌一波 會進入一個區間整理 它的慣性是這樣 很奇怪 上漲起來又做一個區間整理 問題是這個區間整理之後是跌 這個區間整理之後是漲對不對 你說漲漲跌跌我怎麼判斷 再來這裡是不是又區間整理 接下來它到底是否要往上還是往下 我的看法根本也不用猜 我們講狹路相逢勇者勝 你就看哪一個比較壯哪一個比較強 那你就壓寶壯的那一個 理論上你的成功率就會比別人高 好 我們再看一下 請問是哪個強哪個壯 好 我們就把下緣抓出來 假設這個叫A好不好 好 往上抓出來這個叫B B叫空 A叫多 好 那你就看嘛 是A比較強 比較壯 還是B呢 整體上它的功力好 功夫強呢 你就自己看 那肯定以目前來看 A是遠遠大於B的 所以目前連電的價位是 站在A的上緣 所以要來打敗B 應該是不會那麼的難 那我想問一下老蕭老師 我們之前講過好多次 個股站上成本集結區等等 或者是CB轉換價 只要兩個條件都達成的話 股價就會展開非常飄悍的行情 今天台股跌得迷迷茂茂 很多個股都大跌 紅了沒幾隻就有這檔個股 6190萬泰克 對 我們看一下萬泰克 萬泰哥早上我截圖的時候 就有32塊4 那截彎圖大概動作很快就漲停 就34塊以上了 那為什麼 沒有為什麼 它叫做變態 它又變態了 又有變態股 對 又變態來 只要是CB都叫變態 CB叫可轉換公司站 我們看萬泰克的部分 萬泰克發CB CB的轉換價我們講過在24.8 發CB不代表會炸 也就是說CB的轉換價是 該公司股價很重很重很重 非常重的壓力 理論上它根本過不了 所以我們來看 來到這裡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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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盤了將近半年的時間 人的一輩子也沒幾個半年 它可以盤這麼久的一個半年 代表它根本過不了 就是我的常態我過不了24.8 但是喔 一說你就不要讓我站上24.8 你就不要讓我站上去 它站上去呢 它就跟你來真的 所以你就觀察 在過去的案例 只要能站上 可轉載轉換價的價格 一般的漲幅都有機會 衝到一倍以上 那老師 我們生技股這邊 有沒有人有這樣的變態的實力 對 也許大家會說 這裡變態豬 這個變異豬又來了 很恐怖 很恐怖 我想看生技股 好 來 我們看一下生技股 C121的優勝 優勝 這個也是個變態型 它為什麼變態 人家那個CB可轉載的價格 是在K棒之上 它竟然是在之下 也就是說 理論上這個應該是在上緣 它不是 它可轉載的價格發在18.8 所以也就是說 標準來講 它一直在它上面 對 這個才奇怪 理論上就是 我的股價碰到這個價格要往下跌 碰到往下跌 它不是它打到這個價格往上漲 它變成一個非常強悍 我們再看近期過去這一個月 碰都不來碰 所以整體上 像這種個股 你也有在觀察的 這個點就設為所謂什麼 停損價 不破 你就正向樂觀做觀察 好的 以上是老蕭老師 今天的針對大盤怎麼樣面對 包含了這個南非變異豬 所要應對的狀況 做的觀察建議和操作的建議了 如果說你對操作你手中的持股 或者是有任何想法的話 歡迎參考畫面上面 老蕭老師的大頭娃娃 跟他加個LINE 班的持股問題跟他來請教一下 老蕭老師剛才講了 台北股市要直穩看的指標個股 那就是聯電了 聯電間的訊息到底該怎麼解讀呢 跟美光纏送這麼多年的官司 大和解了 高盛說要買含到119 可是我們看一下高盛的進出 他卻在賣 到底怎麼樣看外資報告 對這檔個股的解釋呢 廣告回來鎖定武器股市同學會 判了好久 聯電的小股東心中的大石頭放下來 跟美光的官司 終於達成了和解 雙方會各自撤回 向對方提出的訴訟 聯電向美光一次支付保密的和解金 在第四季就會慢慢的韌列 聯電跟美光會尋求 共創商業合作的機會 這是好消息喔 好 聯電呢 10月份的時候我們討論過 外資一直賣一直賣 跟到貨一樣賣 可是11月的時候不一樣了 外資是回補了13.7萬張 但這個禮拜就賣了6.8萬張 可能是因為台北股市高檔整理的關係 世界大和解市場說 聯電可能會到美國去投資了 聯電的股價真的被低估了嗎 剛才老蕭老師是用這個 股東權益報酬率來告訴大家 的確股價是有被低估的 因為高盛也認為 聯電蘇州廈門擴廠產能提升 目標價看119 潛在漲幅有85% 可是我們看這個券商分點的買賣日報 這個禮拜以來外資一直賣聯電 可能高盛就是兇手之一 他光11月份就賣了2.3萬張 文塞 高盛出了報告之後 會不會買回來 好的 我想今天聯電 跟美光的和解的話 本來認為就是說 今天行情應該還不錯 但是奇怪 美股這個盤 這個所謂期貨盤 怎麼跌400多點 怎麼會這樣 就是這個原因 趕快去找理由 那股票就大跌 原來又有一個新的變種 就叫做B11 所謂的529 簡稱叫NU 叫NU 就是說簡稱這個東西 因為這個東西的話 本來的話大概是10例 今天的話 聽說這個所謂的這個 這個南非的話 已經有1200例 所以一聽到之後的話 這個股票的話 就呈現一個大跌 大家就去了解 這新的病株的話 到底是叫什麼 這個是從波扎納 大概原則上 它有所謂的這個 刺突的一個電白的話 大概有32個突片 突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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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32個突片 所以原則上 所以一聽到這個他說 不要坐飛機 英國你不要飛機再開 所以華航就擊殺 就跌停 華航還算可以 但是說 世衛組織就說 英國你不要趕快 弄這個所謂的飛機 不要飛了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對航空股的話 就是比較大的一個沙盤 對 不過到目前為止 這個病毒的話 它有一個問題 它的問題的話就是說 它很毒 比TELTA更毒 但它的存活力很低 也就是說它一下就死掉了 就好像浮游一樣 出來一下就沒多久 就倒掉就死掉了 也就是說 它的病毒的存活時間很低 但是問題它太超過 就是很毒 但重症率也低 對 今天有一支股票6709 6709 這新規的 叫做育後的部分的話 今天上漲 就是說我們看盤中圖形的 一個部分的話 我們看一下分時走勢圖 對 分時走圖 它就開高走高 因為它是做所謂的這種呼吸 到的東西 那也就是說 呼吸這個東西的話 就比較能夠去避免這個東西 說今天 生氣股就在它的帶動之下的話 往上做一個反彈動作 就是說病毒存活地 我把它擋在鼻子裡面 可能它很快就GG了 對… 就這樣的 這樣的這個6709的疫後 做鼻噴型疫苗的 就有機會 對… 所以這個 耳後的話 我們在觀察耳後的一個進度 目前看起來的話 就是南非的一個突變的話 原則上病例的話 有在增加的一個情況 好 另外想問一下 我們剛才回到大盤的這個 今天最大的新聞 就是聯電跟美光的和解案 聯電說對財務 並沒有什麼重大的影響 但今天股價就是虎頭蛇尾 對…我覺得聯電是委屈 很委屈 委屈 再委屈 但是我們還是認為 它有小區大聲的機會 未來還是有廣闊的一個空間 現在委屈以後不委屈 實際上有時候有很多東西就是這樣 就是說你到底是賺多少 或者是我們用比價 比價剛才這個老蕭已經跟 格羅芳德做比價 對 我們這樣來講 這個所謂的格羅芳德的市值的話 是366億 聯電只有280億 合力嗎 就營收來講的話 它比它高 就你看這個營業利益 營業利益聯電的話是非常高的 格羅芳德的話 它在馬拉斯的階段 剛有一點震 毛利又差很多 就營收來講兩個的差距也很遠 你可以發現 未來的毛利率的話 明年的聯電的毛利率是45% 這個毛利率非常非常的高 明年的8吋經營廠的話 也只有增加3%的一個產能 所以實際上看好 所以聯電你看 它的客戶都是訂長約 而且它特殊住者 也就是說它有那個高壓的技術 是所有的金紅大營廠沒有的 所以這個高壓的技術的話 出來的東西就比較好 這個麵包出來比較好吃 饅頭出來的話比人家更好吃 所以這個蚵仔煎炸的話 也比人家更好吃 反正它就是有一個高壓的 一個制衡的技術 而且客戶的黏著度非常高 所以原則上我們覺得說 委屈 委屈 太委屈了 所以原則上我們認為聯電 有小區大勝的一個機會 聯電的股價投資怎麼觀察 等一下阿文塞爾會有圖形 跟大家來講明白 但我想問阿文塞爾 今天大盤狀況那麼的不好 剛才老蕭老師有介紹一檔 6190的萬泰科 它因為佔上了CP價格之後 國家就強勢的表態 6138的茂達電源管理IC阿文塞 在很前面就跟大家來介紹了 這幾天震一震之後 今天這個掌平板怎麼一回事 因為昨天又開髮說會 我們說之前核金開髮說會 建設開髮說會表現都非常好 我們看這個茂達 茂達昨天開髮說會 對 它成功地打到這個 AIDA的一個Lake的一個 昨天講DDR5 Intel的新處理器 對 昨天講DDR5講得非常多 所以原則上的話 昨天這個故事講得非常多 就如我們之前所講的故事 所以昨天法說會講完之後 今天股價表現得很好 那今天昨天法說會講得更嚴重 缺貨更嚴重 沒有改善更嚴重 所以等於就是說 又把它摸價的話 往上做一個調高的一個動作 你這個季頂 你這個季頂座保險絲 他說所謂圓影座都要保險 圓影座沒有保險絲的話 就會消毒 所以原則上 這個所謂有的VR的話 都需要保險絲跟消毒 每個人講都講圓影座 需求讓他可能就是說 會更加嚴重的一個缺貨 所以昨天法說會的話 跟圓影座都有關係 而且表現都非常好 好 有法說行情 只要你基本面夠好 在股價震盪的時候 表現還是很不錯 但今天我想說 我們先從生計股來請教阿文森 阿文森今天第一檔個股 給大家是南地 南地過去在疫情很嚴重期間 股價有飆漲過一段 他做的是橡膠手套 對 為什麼今天會要看他 不是要推薦他是說 因為這個所謂的這個病毒 它不是要會持續多久 對 所以原則上如果有持續的話 那當然生計股都會漲 生計股的話毛寶什麼 這個 藤阿強 花仙子 對 都在漲的 那這麼多的股票 我們是看著說 有哪些公司獲利非常好 因為它其實算計算13.6 至少萬一跌的時候的話 還有13.6 它的這個本益比好低 對 所以變成說 因為賺很多 所以原則上 如果萬一 現在去買生計股 萬一套牢的時候的話 還有一些席可以拿 因為這個乳膠手套的話 是隔絕所謂的病毒最有效的方式 所以原則上如果跌過80塊的話 要是停損 好 文森勒對生計股 短線上面比較強勢個股的介紹 這一檔個股是貌打 就是昨天開了法術會之後 今天股價先是開低 結果後來 掌停板 所以原則上還是不入外代工 我們當時講是180 現在的話持續在創新高之中 有時候是D25 還有電影關於IC 這兩個是一個主軸的部分 因為之前講第三季的獲利非常好 這10天的話 法輪買了2075張表現非常好 所以跌過230塊是停利 但是仍然是一個所謂高角度的 一個所謂的攻堅的一個架構 好 其他盤面上的焦點 我們今天繼續幫大家來追蹤 一個就是元宇宙的部分 有最新的一些全球市場的變化 還有航空股 以及這個台灣大買飛彈 有什麼商機可以來找的 對 我是覺得說第一個是這樣 元宇宙的部分的話 其實這幾天的話 還是很多的消息 雖然就是說大盤跌 你看這個所謂的賣土地的話 賣了6800萬 這個價格的話 比曼哈頓還要高 所以以後台灣的除了賣土地 賣房地產的話 實際上的話 可以在所謂的營宇宙裡面 虛擬的東西來賣 不然的話的話 有時候那個賣的話 實際上是不好賣 反而在這邊賣得更好的價格 而且它的效果會更好 而且連布袋戲 你看這個霹靂的布袋戲 今天霹靂怎樣 霹靂最近很飄 還是繼續漲停板 所以明年電影要出來 他也說他是元宇宙 旁邊給我燈光效果怎樣 這個到時候都用虛擬的方式的話 來表演 實際上市的時候 有時候要烤 用馬賽要烤很難烤 虛擬的東西要哭的話 是噴出的哭 那個效果的話 其實都是非常好的一個東西 有些人就說 未來這個元宇宙空間這很大 雖然我經濟 我是跟奧地人聊天 我可以跟奧地人聊天 但是馬上就可以翻譯 因為他有128種語言 我如果跟法國人翻譯的話 我也可以跟他講 因為馬上就即時的翻譯 他講什麼 他也知道我在講什麼 馬上就可以翻譯 就馬上可能 交流的話就可以去溝通 所以這個META的部分的話 新製作可以翻譯120種語言 所以原則上 我們對於元宇宙的部分的話 其實還是認為未來商界 還是非常大 我們再來看一下 昨天我們看自由時報新聞的話 就是說國軍的話 2020年2030年這次 這個垂了心了 你自己照顧自己 所以原則上花了3339億的話 要買飛彈 自己要做什麼飛彈 做什麼飛彈 也要向美國買什麼飛彈 一大堆的 總共10年要花3340 這是很大的一個國防的一個預算 就是要拚下去 也就是說國軍的話 要精進所謂的勤收的部分 戰力才能大化 而且才能夠聯合作戰 所以原則上 對於這一類型族群的 一些個別股的話 我想可能一般的收費比較好 那今天華航跌的話 我想跟這個疫情的關係 有關係 不過昨天這個單日賣的話 你看這個所謂的外資的話 單日賣9萬多張 長榮賣3萬多張 所以今天本來就要整理 但是又一看到所謂的 疫情關係的話 馬上都被殺得非常深 外資真的很厲害 昨天這航空雙雄股價是很強勢 他居然賣 是不是早就秀到了 可能會是疫情短線 上面的影響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檔個股 所以我們剛才一開始講的 跟美光和解的聯電 我們再來認為它被低估了 短線上面怎麼樣來關注 對 我想聯電的話 現在就是沒有量 而且龍券也沒有溝空 或者是法人也沒有買 所以它是一個整體的架構 只是它委屈 委屈再委屈 我們認為它有小跡大生的一個機會 但是要漲的話還是要靠量 還是要靠龍券 還是要靠法人一個買盤 所以原則上我們是認為說 這一類型族群的一些個別股的話 真的是被低估了 如果跌破60塊是停損 否則我覺得這類型股票的話 還是可以觀察 好 我們看一下上一張CG 阿文塞講到 外資昨天是對華航跟超榮航 單日調節的這個幅度算滿大的 可是航運股今天我覺得 有一點點被錯殺 因為航空股落難之航運股 也跟著被殺下來了 明明昨天阿文塞講到 現在這個中國大陸 因為新的這個信息管理的辦法 讓很多的船隻找不到方向 美國部分也有塞港的問題 持續的在產生當中 運費的價格 長線的價格也是繼續的往上調 我想問一下阿文塞 航運股你認為今天有沒有一點點 不小心被亂砍的味道 對 我是覺得說 航運股的部分的話 我個人認為就是說 其實未來第四季的一個獲利 跟營收出來會驚人 為什麼我們常常會講從哪裡 我們說11月份應該長四輪 開始到大陸 開始去蓋貨運的 去裝貨運的 就會到歐洲去 回來剛剛好是整個11月份 所以11月份會多了一個長四輪 還有兩三條新船 所以原則上11月份的話 長榮的營收會很好 剛好現在是月底 下個禮拜如果公佈營收的話 我們認為這類型租金股票的營收的話 是值得期待 我們怎麼覺得疫情會讓這個塞港問題更嚴重 對 過去的經驗是這樣 對 所以原則上我覺得在營收 未來再獲利的公佈的部分的話 真的還是很棒 那法人的話 其實在昨天的部分的話 其實還是有買潮的一個動作 只是說現在的課工力道沒有那麼強 那我們還是按照之前的一個規劃 如果跌破110塊的時候的話 就要是一個停利點 好 以上是阿文西亞瓦 今天還是分享了非常多盤面上面的熱議題 以及包含了這個變種病毒 對相關產業的影響跟個股的變化 所做的解析了 如果說你對操作你手中持股 任何興趣或想法的話 歡迎參考畫面上的大頭娃娃 跟阿文西亞瓦加個LINE 辦持股問題跟他來請教一下 這邊要稍微預告一下 這個粉絲們喜歡的阿文西亞 今天是在同學會的最後一天 如果想要跟阿文西亞 繼續開同學會的話 就把你的手機拿出來 跟阿文西亞瓦的大頭娃娃加一個LINE 在LINE上面 你有很多的問題 都可以跟他分享跟討論 感謝阿文西 好 廣環 這一段時間的話 非常謝謝這個明君的幫忙 還有各位同學們的一個 所謂的支持 想唱個歌 來這個謝謝一下大家 好…還有時間 阿文西亞你有30秒 好… 明君實在有這麼漂亮 同學們實在有這麼讚 我想要對你表示I love you I love you love you 謝謝同學們 謝謝 真可愛的阿文西 好 等一下鄧老師有壓力 他會不會也要來唱歌了 好 那我們再講一下 等一下鄧老師要跟大家聊 晶圓雙雄代工 聯電老蕭老師跟阿文西講完了 台積電好可憐 又跌破了600元 但是半導體設備股 今天表現很抗疊 極其低的設備股獲利也不錯 在大盤震盪的時候 買起來比較安心嗎 廣環鎖定武器股市同學會 歡迎回來五七股市同學會 今天的整體大盤跟全球股市 亞洲股市都受到了變種病毒株的影響 股價是大幅度的回檔 但是也許危機才是入市的好機會嗎 我想問鄧老師 我們昨天才講到 因為儘管晶圓代工雙雄最近股價 沒有什麼表現 但是他們擴展的進度 是沒有再停下來的 擴展的話就對半導體設備股 會有非常大的激勵作用 因為這個時間就是一兩年 這個灌注營收的 時間是可以拉很長的 今天半導體設備股 表現是相對抗疊 怎麼關注等一下問鄧老師 只是這兩支個股我想先問了 台積電再度跌破了600元大寬 要不要擔心聯發科 日K出現了六連黑明明外資 目標價還是往上調 優於大盤從1388調到1503 這兩盤個股老師 我們先來看一下好不好 好 我想不管是台積電還是聯發科 這是投資人非常關心的 很喜歡 當然也是攸關台北股市 因為第一大市值 第二大市值 好 我們來看聯發科 你如果看到日線說從1120這樣 123456 六連黑 台積電還弱 然後來碰月線 對 對不對 現在大盤是不是跌破月線 市場說搞不好往季線 那也不要怕 為什麼 因為就算往季線剩100多點 對 你懂嗎 所以這個地方要給同學個觀念 如果這個盤 它是要回來碰月線或季線 那快快的跌比較好 還是慢慢的折磨的好 我願意一次給我個痛快 是吧 比如說今天跌300點 你的股票也是一支停板 對 懂嗎 如果300點分一個禮拜跌 那不到吞幾根 那可能有很多股票跌三根 所以重挫反而高興 可是最重要的是 你要看未來的方向 好 聯發科基本面沒問題吧 對 前三季賺51塊 51塊 所以你現在股價來到1000塊 很便宜 很便宜 好 那我們看一下 這個所謂的周線 今天收周線 好 今天是聯發科 聯發科我們看一下周線 看一下周線的表現 好 請問有量嗎 沒有量 那不就好是嗎 是… 對不對 下跌量說 就給你買的 如果你長線靠聯發科 假設1388 它調到1500好了 那麼你如果在六天前買 會買在1100塊的聯發科 可是你在今天買 可以買1000塊的聯發科 成本差很多 是吧 所以用時間來換取上程的空間 我覺得這個跌下來 你不應該害怕 因為你剛好是跌下來買 所以我一直都告訴觀眾 跟同學們說 其實你看懂趨勢的時候 是利用黑的時候買 對 因為你的方向 不是一兩天會改變的 更何況今天大跌 除了這個變種的病毒 還有什麼 起貨板 每股起貨板大跌 大跌四百多點 所以是先反應了 所以下個禮拜沒有那麼悲觀 好 那我們來看台積電一樣 台積電來 一樣看周線 台積電一樣切周線 好 來 量有增加嗎 沒有 也是沒有 你是不是看日線會覺得很害怕 為什麼 因為今天大盤是不是三千五百多億 好像下跌量增 今天是下跌量增 可是這些大隻都沒有 可是大隻的一個禮拜下來 量是縮 然後他又回來這一堆的均線 也沒跌破 只要下個禮拜漲不就好了嗎 對 好 那反觀 如果你這個禮拜 你是買在618塊的台積電 你當然害怕 可是如果你是空手的 今天殺到596 好機會 就是機會了 過去幾次只要到600塊以下買 都會有短線上面賺錢的機會 一定會上來的 對 沒錯 所以基本上不用怕 好 講完台積電 我們就看台積電的設備概念 設備股 所以我覺得今天設備股 有好幾檔 牌面上面看起來 都是真的滿抗跌的 甚至還收紅 沒錯 所以我們要分清楚就是說 如果未來一個月 現在到年底 差不多剩一個月了 扣掉週休二日 扣掉交易日 那它會漲的 還有拉回來可以買的 那什麼股票是不能追的 要分清楚就好了 好 那我們看台積電的設備 我們看一下圖好了 我今天用週線跟各位報告 我相信這個週線 凡宣我講過很多次了 從基本面來看 當時他們賣隔離看173 對不對 那昨天已經有人喊200了 那我怎麼說 我說因為你看日線 來 我們看6196凡宣 換成日線 換成日線 因為老師圖示給週線 我們電腦用日線 對 好 昨天我是算給各位看 我說它從最高點 1 2 3 4 5 6 7 8 今天第八天 要買是今天 對 對不對 或是下禮拜一買就來得及 然後為什麼 因為這個突破這個長期的一個平行軌道 突破之後 未來會往上加 好 那更重要是什麼 這裡有一個關鍵的長紅K對不對 然後我們看到 週的MACD DF都是往上的 KD也沒有交差往下 對不對 這幾週拉回好不好 好 量縮 放量攻擊 拉回量縮 我們昨天講說 它這個地方不是有個缺口 這裡有個缺口 這裡是142 這裡是143 今天低年145 很漂亮 沒有破 也就是說 你不要追165的 不要買165 你是買145附近146 都OK OK 因為你看的目標 是看173 甚至看200 你給它一個月 對 我覺得 因為這個所謂是週的MACD 跟週的KD 就是看未來幾週 是有機會的 所以今天跌下來 凡缺是好買點 凡是好的買點 好 那剛轉強矽晶圓的合金呢 好 你看合金 今天收週線 下個禮拜它又要 有黑翻紅了 對 所以你會發覺 今天它日線很強吧 算強 雖然是收黑 可是你發覺到 大盤是不是跌破了月線 對 它有跌破嗎 沒有 它缺口有封閉嗎 沒有 它五日線有利手嗎 有 就是強 然後你看KD 也是交叉往上 來 不一樣 你看 量 量是真 有沒有看到 對 如果要攻擊 是價漲量真 可是如果 拉回修正 量就說 其實我覺得這個盤 控得還滿好的 所以拉回來 其實就可以找買點 而且其實老師 剛才知道看到 這些個股11月份 外資幾乎都是 是站在賣方的 所以外資也不是說 拿石頭砸自己的腳 半導體設備股可以留意的 好 那我們看光照 昨天我們有提到光照 它是陷入一個區間 為什麼 因為這個量沒辦法過 對 所以這個高點是過不了 可是它也不悲觀 就是它是維持一個區間震盪 這裡一個周線的長紅K 就是一個支撐 對 所以它是落在這個地方 所以你發覺 它今天就不跌了 它是紅的 對 它拉回來之後 這裡也不跌了 月線利手了 所以它就抓一個區間 所以同學們 你就先從這個區間來操作 就OK 這個區間大概有10塊錢 差不多 你就這樣操作就OK了 可是長線還是看好 長線是看好的 好 那下一檔各個也是 昨天老師有推薦過的是 這個日陽 對 所以你發覺到 其實這些股票 在突破之後 長紅K出現之後 它就是往上走 然後這個地方也是 有沒有 豬狀體在增加 去試試沒有改變的 可是大盤在拉回 它的拉回量就縮 你會發覺其實你看 今天它 今天是量縮 它今天是小漲 對 雖然是跌的 可是你發覺到 還不錯 是跌的沒錯 可是它月線就是利手 所以這些股票我說過 你不要追 拉回來買 尤其是大跌的時候買 就像今天台北股市是大跌 對 可是你發覺的股票抗跌 對 甚至於是小跌 就很強了 因為它的方向是確定的就OK 對 那我們來看台盛科 也是台積電的設備供應鏈 對 這個禮拜最高衝到240了 可是我們看到什麼答案 這個量是出來的 對 周量是出來的 周KD是往上的 然後MACD也是柱狀體在增加 對 所以你發覺台盛科其實蠻強的 今天收2 3 5.5 是很強的 小漲 等於說240下個禮拜可能就碰 又過了 你如果從日線來看 它是不是KD在高檔頓化 對 所以這是很強的 所以基本上 這些股票 在有拉回的過程當中 你都可以買 但是不要追高就好 不要追高 對 老師用幾個指標來看 包含MACD 是在這個零軸之上的 KD值是交叉向上的 周線看來去試對的話 大家就可以用拉回來布局 如果說你對於操作半導體的相關類股 任何問題或想法的話 歡迎參考畫面上面 這個鄧老師的大頭娃娃 跟他加個LINE 班的持股問題跟他來請教 老師還要追蹤好多檔的半導體設備股 這檔我們昨天也是有稍微的提到過 對 你看中砂這檔股票 基本上它目前在高檔做整理 但是我們從MACD來看 它一樣可以交叉的往上 很明顯 柱狀體 DIF增加的很明顯 那量縮的 所以這個禮拜就稍微是做休息 那你發覺到今天 你看它是收在87塊半 月線是利手的 所以接近月線只要能夠利手 其實短線都可以低接 因為從周線來告訴各位 就是希望你的操作模式 不是看什麼當充隔日充 至少看一週 至少看一週 那你就能夠很清楚 從一週的操作到隔週的操作 今天是禮拜五 那從下個禮拜五個交易日 這些好的標率拉回來買 基本上都是安全的 好 那這檔股是這個做檢測設備的 宜特 它就是整理比較久的時間了 對 因為昨天我們從月線來看 它是機器很低很低 那你發覺從周線來看 它也是非常漂亮的 非常漂亮 在這邊做一個掙扎 突破 然後重點是在這個地方 慢慢加溫 有沒有 然後慢慢加溫 你看今天就開始動了 加溫了 對 今天它就漲了 是收紅的 對 是收紅的 在大盤跌的過程當中 它收紅的 而且量上漲就出量 像這種機器低的 各位都可以注意一下 好 老師今天資料當中 有一檔個股 我是好奇的 是 5629的祥數高價股 老師看它是可以做來 什麼樣的一個參考的價值 或是對應到什麼樣的個股嗎 我想如果看基本面 其實它前三季賺35.94 也算是享受歷年來最好的 對 我們發覺到它這個趨勢 其實是往上很清楚 KD是不是在低檔剛交叉 對 然後這個柱狀體 MACD的柱狀體 下個月 就有機會由黑翻紅 那也就是告訴你 我12月是看好的 12月是看好的 對 所以你像高價股有的優勢 但是就是說股本小 那一般投資人比較不會買 因為高價股 可是會買的可能就是 外資 法人 對 那如果要拼年底的作帳行情 它就是有機會的 那我們再看一下它的日線 你就發覺到 它今天是滿厲害的 是收1850塊 我印圖的時候是1815走上 那牌還在殺 可是它既然沒有殺還往上拉 對 那意思說它的企圖心就滿強的 所以高價股來講 想說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也是台積電的設備工藝店 好 對 然後台藥部分 最近搭上的是CCL的題材 CCL有一檔個股 這兩天很強 大家都認識它 就是台光電 外資條工目標價 他覺得奇怪 台光電這麼好 為什麼連貌台藥就沒跟 對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台藥台積電的工藝店 它前三季賺5.58 是賺5.58 那你會發覺到 它周線這個地方 底已經出來了 有沒有 那買股票是買未來 它現在不漲不代表下個月不漲 對 那我們看到這個地方 它KD在低檔已經交叉了 好 然後呢 MACD的柱狀體 應該是下個禮拜 就會由黑翻紅 那也就是說 這個禮拜應該就是好的布局 下個禮拜開始慢慢加溫 然後符合它的本益比 又是低的 機器也是低的 反而說現在的台光電創新高 當然持有的我們還是再講一次 對 把停一點沿著無視線 強的股票就是這個樣子 那這個 同題材 一樣題材的 它打底完成 這是安全的 也就是說我現在要拼 作帳的行情 拼年底的作帳行情 我不會再硬去拉台光電 對不對 我可能隨時會賣 對 反而要注意這種 已經打底完成了 隨時會漲 好的 這檔個股是昨天老師 時間很趕 沒有辦法好好講的 3583的星雲 大家都覺得說星雲今天沒漲 但是反而要注意 就是我講的 很多股票就是跌下來讓你買 為什麼 因為這個切線剛好 跌下來的過程就是要讓你買的 這個地方有個切線 越接近80塊附近就是 越接近這個地方了 我們說過 只要有任何一個型態 不管是W底頭肩底突破頸線 如果有回側頸線的位置 那就是好買點 對 你就要去把握它 否則就錯失機會 然後我們看基本面好不好 好 前三季賺3塊7 對 然後你看這個地方 MA系列柱狀體 在零軸之上有沒有 非常明顯的交叉往上 KT也是 對 KT也是 所以你看日線拉回 好事啊 月線還利手 對 大盤是跌破月線 所以像這個拉回在80塊上下 其實就是個非常安全的標準 好 那老師 剛才我們一個題目沒有問到 就是有關於航空股的問題 我們插播一下 外資今天台股大跌狀況 它是大賣了309億元 那昨天外資有提前就對 航空雙雄做了比較大幅度的調節 新變種的病毒又來了 哇 航空雙雄的跌停 到底是不是真的要 短線上面就不要碰了呢 您怎麼關注呢 是的 好 我們看2610 好 我說強勢股 它是不是跌破五日線 如果你在這裡買的人 是不是應該停力出場 我記得老師之前講過 航空股只要沒有破五日線的話 都還是可以放棄 再來你看 KT再高檔鈍化 是不是還在漲 現在兩條線都在80以下了 他告訴我短線休息 會往月線靠攏 月線喔 其實月線還好啦 沒有差很多 可是如果你跟大盤來比 它是比大盤強嘛 大盤是跌破月線 對 所以現在就是說 持有的人應該是停力出場 空手人等看月線有沒有事 空手等看 所以老師還是認為 航空股長線是OK的 長線是沒問題 短線不要追 好 回來接可以 我們看2618的 2618的長榮航 它離月線更近 對 所以你說華航跟長榮航 誰比較強 華航比較強 華航比較強 對 可是它月線還是利手 還是利手 所以基本上月線有利手 你可以低接 OK的 航空雙雄 這個月以來 華航是漲了55% 長榮航漲漲了37% 相較起來華航就比長榮航漲 很多嘛 那外資呢 昨天都是有賣超的 但是華航是來得人家多 不過 小小二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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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